赵本山和范伟因为7000块闹掰 两人去演出 一共42万的演出费 赵本山却只分给范伟7000 而在一旁的高秀敏都看不下去了 好歹给人加几万 7000块够干嘛的 赵本山却讽刺道 他是在我这里成名的 我没问他要出道费用就算好的 在1993年的时候 范伟凭借药账拿下了首借像什么一等奖 赵本山就是在那会对范伟印象深刻的 而当赵本山受邀出演春晚的时候 想到了范伟可以给他搭戏 之后两人合作出演了 牛大叔提干受到大战一致好评 还通过赵本山的介绍 认识了高秀敏 三个人可以说是红米一时了 但是在之后的一次商演活动中 却因为钱闹得很不愉快 一共赚了42万 但是赵本山却只给范伟分了7000 之后高秀敏想在家乡给村民表演一次 而当村民问到赵本山老师来的话20万够吗 高秀敏说都是你们的血汗钱 不会要的 但是赵本山却把20万分文不少的揣在自己兜里 还和高秀敏范伟说 这也是看在你的面子 要不然20万这也太少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三人正式闹白 很快范伟也自立门户 成为了大家喜欢的好演员 大家对此怎么看的 欢迎评论 我们下期见的好演员 我们下期见的好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